嗨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周二晚上的椭圆机课程 现在让我们的组里保持在一百分之四 如果是新手的话 今天就慢慢的跟上这首歌的踏屏就好了 慢慢的跟上我们整个音乐的踏屏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的脚下慢慢的跟上这首歌 这首歌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有没有人不熟悉 有没有人没有看过这部剧 有人知道是什么剧吗 有人知道什么剧吗 我觉得应该百分之七八十啊 甚至九十都应该知道啊 这部剧我感觉我看了好多小倩 麻烦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音乐声音 稍微的大一点点 阻力为一啊 阻力为一百分之四 一的阻力百分之四 好 这边麻烦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音乐声音 稍微的大声一点点 慢慢让你的脚下踏动起来 我们的踏屏在六十左右会有一点点波动 但是没有关系 哥哥 对 张国荣啊 那个我觉得 所有版本里面啊 这个版本是我觉得最好看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 然后这部剧 然后这部剧 大家还能记得起吗 南若斯 OK 对 最后的结局 最后的结局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音乐放起来啊 就特别的有感觉 慢慢扶着我们的外把手 对 对 我也觉得这个版本是最好看的 因为那个时候 保持住自己的脚下啊 我们的小倩 实在是太好看了 尽可能让你的脚后更不要离开我们的踏板 把自己的核心收紧 慢慢地踏动起来 在整个踩踏的过程当中 注意自己的上半身啊 肩胛骨稳定住 双手与我们的肩膀同高的位置 这首歌的踏平 六十左右 非常地轻松 保持膝盖的一个稳定 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Nice 足力为一 百分之四 我们现在在热身 哇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就感觉到 音符 就回忆到那种场景 在一个偏僻的寺院 然后 发生了什么 来 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百分之四的足力 也就是一的足力 如果你觉得轻松或是 我刚看到已经有很多人热身啊 已经踩踏了一千米啊两千米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把足力稍微地加那一点 来到二百分之八 这是三百分之十二 尽可能让你的重心放在两脚之间 两脚之间 保持住自己的呼吸 重心不要太往前 双手放松 呼吸 非常地好 有没有人就看这部电影看了 恩赐恩赐 在我印象当中 我好像是看了 应该三遍还是四遍 主力为一 但是也就是百分之十二 为什么 我们的小是吧 这个的话你可以刷新一下页面 要不就是 退出 然后再重新 退出再重新进入 然后尝试一下 许仙 许仙 命采层 董游 有人知道这首歌吗 这首歌 这首歌应该还是蛮经典的 有人知道这部剧吗 这部剧 这部剧曾经是我的 最爱啊 最爱啊 就是我看到看到很多电影店 笑风尘 哇 对 那有人知道 这是什么剧的主题曲吗 笑傲江湖 东晋笑 还有吗 还有吗 几天没踩 一来就觉得累 我们的副 放轻松啊 如果觉得累的话 可以把你的足力在一 把你的足力在一 现在我们的踏平在六十 放轻松自己的呼吸 让你的肩膀下车 如果觉得实在累 可以把踏平也放慢一点 来到五十 五十五的踏平都可以 最主要是慢慢跟上音乐啊 东方不败 终于有人猜对了 就是 就是东方不败 这个版本是那个 年轻霞啊 林熙霞和王主贤那个版本 对对 就讲东方不败啊 大家还记得剧情吗 影视的东方不败出来 OK 一天接 大家的嘴都跳到哪儿去了 我现在发现还是 对 对对对对 真的是 那个时候就觉得 太帅了太帅了 有那种 对 大这个 就这种感觉 就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好看啊 所以我在 今天的歌太怀旧了 因为很轻松嘛 所以给大家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如果你还想回去太阳的话也可以 因为在元旦的时候 我有把这个key 看了一遍 还是一样的很好看啊 虽然已经看了 很多很多次了 但是我感觉每次看到 林熙霞出场的时候 都有一种 心跳的感觉 真的太帅了 OK 抱歉啊 对 尽可能让你的唇腿去发力啊 如果觉得困难的小伙伴 可以把踏平慢慢的降低一点点 如果觉得轻松的话 把你的阻力增大 我知道有小伙伴可能觉得比较轻松 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阻力来到3到5 百分之12 到百分之50 林熟 还有吗 对 看来大家都很熟悉啊 还要长好自己的呼吸 让你的肩膀完全的下沉 这首歌其实也我觉得 听着听着也很好听啊 就有那种相互的感觉 抱住年纪 我觉得不算抱住年纪吧 就我今天写了歌 所有的电影都是我看了N遍N遍的 我就默认跟我看过的人都是同名 保持 我们的小小伙伴 波比青年 很重 很重 暴露年纪加一 新加沙 好 下一首歌啊 下一首歌我相信大家 应该大部分都知道 下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 来 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来 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保持脚下 下一首歌 踏平还是一样的 来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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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唱得很慢啊 但她的鼓点不慢啊 大腿好累 大腿好累是 刚开始如果你刚刚踩椭眼镜的话 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你的大腿会参与到很多的一个发力 那后面的话慢慢去掌握方法 让你臀部的发力更多一点点 Yes 还有人吗 对 哇 看见大家都 看见大家都 这首歌特别的熟悉啊 泥泽水 对 看那个 SHIP电影也是我在元旦的时候 再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看到有一个影评说什么 就是 反正有点扯啊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保持脚下 现在踏平在66到67呀 我们的小企鹅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应该带啊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 这首歌特别好听啊 都怪这吉他 淡淡淡淡寂寥 当时是 苏西 然后唱这首歌 看过是吗 谢定恶 我觉得应该百分之七八十都看过吧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眼啊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 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 就 眼泪就下来了 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眼泪就下来了 阿B有个片段吗 就 她唱这首歌清唱的时候 对近天花黄 这首歌非常好听 哭死我了 看来悠悠跟我一样是一个感性之人 我看这部电影也是 然后前半段还好 中间还可能有点笑点 然后后面就哭啊哭啊 就哭得很惨 OK 我们的自由 咱们 来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现在踏平也非常的轻松啊 掉线了 竹风 OK 来到我们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我觉得 应该都听过啊 这个感觉一出来 有没有人猜到这首歌 有没有人猜到这首歌 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蛮慢的啊 在六十左右 我们这首歌出来 我们的导播都笑了 我们的导播都笑了 难过好长时间 所以美人鱼 那有人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这首歌叫什么吗 就是 美人鱼当中的一个片段 就郑涛和那个女孩子一起在吃 吃 就是 吃夜宵的时候 她唱着这首歌 再配上她那个画面 多么寂寞 对 这句话就 这句话就 就感觉有一点 梦云的感觉啊 对 保持 放轻松 你可以把你的足力 调到低 调到低 慢慢地保持你的脚下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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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是多么寂寞 OK 这五个非常非常地短 就中途给大家一个休息的 状态 哇 这五歌 这五歌 你们知道是哪部剧吗 这部剧也超好看 这部剧我感觉我也 好像看过很多很多次啊 OK 现在的踏平啊 六十 六十 如果觉得轻松的话 把你的足力加到五 进行之王 Yes Yes 这是很著名的那个片段 我要去工作 你不工作行不行 请啊 你养我啊 然后后面心也隔了很久跑出来 好呀我养你啊 就这个片段真的是 我看到大家都弹幕打出来 我养你啊 OK 保持脚下 一直都是舞 哇非常的棒 如果觉得舞还比较轻松 舞的足力还比较轻松的话 可以再把足力来到六或者是七 来到六或者是七 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强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呼吸去判断啊 就这个旋定一出来 我就一直在回想回想回想那个片段 你们有没有 对于是我们男孩子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这句话啊 我养你啊 有没有人跟别人说过这句话 这个太有感觉了 对 插电一开始就是十二 如果感觉到脚下的努力有点大的话 可以把踏平稍微的减低一点点啊 保持好自己的呼吸 哎 现在应该还是非常的轻松啊 哎 这节课整体来说是 嗯 比较轻松的一节课 所以尽可能保持好自己的整个核心 有没有人没有看过这部剧的 千万别相信男人的鬼话 保持好自己的呼吸啊 我觉得还是要对爱情充满一种 向光啊 我个人觉得啊 我 红一楼上确定饿 你确定吗 确定饿 哎 六十啊 至少说是 这部电影那个画面 就给别人特别特别的感觉啊 特别特别的感觉 别轻易说 OK 我们可以打住这个话题 哎 保持脚下 这部电影 我都相信了 啊 这部电影给我最印象深刻的 真的是 那个时候觉得 张博之真的好漂亮啊 那个时候真的 就 就那种 美真的是 哎 无人可敌 九十七人 怎么你在现场播报在线人数嘛 我们的小企鹅 哎 马上来了下一首歌 这首歌 这首歌非常的听快 有人知道吗 这首歌 有人知道是哪部剧吗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 真的我推荐你去看一下啊 这部剧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毕竟是我看过三到四遍的剧 哎 没有人知道这首歌的 是从哪部电影来的吗 哪部电影 这首歌的踏平 在六十四左右啊 这首歌的踏平 在六十四左右啊 梦中人 有特别梦幻的感觉 王妃唱的啊 哦 大家都知道梦中人是吧 OK 第一句歌一出来 大家就知道 对 然后这首歌它是 来自 重庆森林啊 这部剧 就当时我看了这部剧之后 就 突然间就 特别特别喜欢王妃 所以她在这个剧中 可能是 真情上演吧 就是特别 梦幻和 天真 天真的一个女孩子 哇 我就觉得 活的就特别似我的那种 哎 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OK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她讲的是 暗念的事情啊 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两条线啊 很多很多线 一个女孩子 暗念的孩子 好 整部剧的那个镜头 也非常非常的文艺 和梦幻 就那镜头也很好看 也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啥 没有看过吗 哎 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歌 可以给我加一个一啊 没有给我看过这部剧的歌 可以给我加一个一啊 这个剧叫 重庆森林 好我们同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还以为是 在重庆的一个小森林里发生的事情 不是啊 是重庆 重庆 重庆啊 重庆啊 成都的旁边重庆 对 这个地名 就 这个电影也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没看过 哇 耶 对对对 对对对 娘朝伟 还有王妃和娘朝伟 还有那个 呃 让我想一下她的名字 我知道她的长相 火锅 一说起重庆就说起火锅了是吗 重庆的火锅我感觉啊 我个人感觉是真的很辣 就我是一个四川人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很辣 而重庆的烧烤也特别辣 她的那种辣 我感觉跟四川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们去重庆的话 就应该体会到了 啊 对对 她本来是一个 呃 餐馆 餐馆打工的 后面是因为娘朝伟的前女友是空姐 哦 后面王妃才去当了空姐 哦 原来有人知道啊 佳佳 对 金城武 明清夏 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 比如说 选了很多剧都是 成都亲友 亲友居多 对对 看来去过成都啊 南亚断了 南亚断了 赶紧连见一下 重庆 牛油火锅 还有大家对成都和重庆都还非常有影响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 欢迎去这两个地方玩 现在是不是很轻松 如果你现在很轻松的话 可以再把鼓励增加一点点 马上我们 会来到登山 登山会有两首歌 大家其实在南亚断的时候 赶紧重新连接一下某初中生 我们今天的在线103位小伙伴 非常棒啊 元旦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住 现在的一个频率啊 这首歌 这首歌知道吗 我觉得男孩子应该特别熟悉啊 这首歌 然后我们的导播听了这首歌 他都会唱 哎 我真的是想把它拉过来唱一唱 哎 现在把我们的足力调为5 20% 我们来到登山 这首歌的踏平非常的慢 32左右 有情岁月 yes 那知道这是哪部剧吗 这是哪部剧知道吗 都应该非常熟悉吧 这部剧 对 男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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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保持 鸡仔 OK 维持 住自己的脚下 1 2 1 2 慢慢地保持登山的感觉 这首歌的话 我们登山会登到10的足力 如果你在10的足力困难的话 就在你觉得已经超过自己极限的足力保持住 这首歌叫做有情岁月 有情岁月 年阶失败 年阶失败的话 你要可能退出刷新一下 再看一下 这首歌叫有情岁月啊 三年之后又三年 哇 看来大家对这个剧情都非常的熟悉啊 有没有人还记得一二三部 因为《古后仔》它是一个系列吧 它好像是一二三部 这是第一部的作曲 叉烧包 这个电影应该是95年吧 96年 然后一直往下演的 对对对 看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 如果没有 对这个剧还没有印象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耶 那个时候真的他们 都很美啊 三菱霞 我觉得 他们那边都很美 对 张曼玉 六十八的踏平 第一的足力 踩到了两千 太棒了 哎 现在把我们的足力增加二 跟大家讨论剧情绪了 还是要把我们脚下 保持起来 T的足力 百分之二十九 百分之二十九 对 巨星隐奇 对 今天晚上带大家 了解了一下 然后我的老海就浮现了 一幅幅的美人画界 那个时候真的很美 包括你现在去看那个时候拍的电影啊 还是依然的很美 有 克隆 哎 保持 尽可能让你的腿去发力 调整好你的呼吸 登山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膝盖 还是处于一个微臭的状态 哎 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 把足力再增加二 把足力增加二 百分之三十七 非常的棒 百分之三十七 九的足力 还可以吗 那个时候没有逆镜 对 那个时候他们画的妆也很有特色啊 穿的衣服也 蛮有特色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上个时代 哇 这首歌 有没有人看过这部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看过吧 我觉得应该 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吧 这部电影 来 保持好自己的脚下 甜蜜蜜 甜蜜蜜 对 我 我当时这首歌的时候 我发现啊 我周围的男生都知道有 有这首歌 但是不知道有这部电影 有这部电影 张曼玉宁明 对 对 真的啊 在哪里 哎 现在我们的踏屏在三十二左右啊 那个时候张曼玉是真的好 太美了 太美了 来 现在把我们的足力调高二 来到十一 来到十一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五的足力 保持好自己的呼吸 甜蜜蜜 哎 这部电影就讲的是 是 感觉好像是 两种爱情观的一个冲突 然后慢慢的 然后慢慢的后面他们 错过了一次两次 最后还是在一起了 好 来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感觉啊 你现在大腿和唇部 应该非常的有感觉 你们现在的腿在哪里 还已经动起来 意思啊是哪一年的 是不感觉选这支音乐抱住了什么 抱住了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 这一刻是比较轻松的啊 所以 希望大家放轻松 好 如果刚刚介绍的那些电影 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班的某位男生 在体育课跑步唱过这首歌 天哪 八六 看我像八六的吗 四华 八六零 某出众生 才保持 九六 音乐声音太大 音乐声音太大吗 OK 来麻烦我们的导播稍微把音乐声音 小一点点 大家开始自爆年龄了吗 来再把足力加一来到百分之五十 我们这节课最高的足力百分之五十 我们的柏是八六 还有小伙伴要自爆一下自己的年龄吗 我是九四的啊 我是九四的啊 我们刚刚叫你 我们刚刚导播 这首歌调整了一下 重重 七零 哇 可以 八三 我不建议大家自爆一下天哪 OK 七三 还有吗 所以大家对这个歌都非常有共鸣是吗 八三 这部电影 看过的可以给我加一个一啊 可以给我加一个一 零二 九二 九一 好巧 零零 哇 感觉我们这是各个年代聚集 导播要来 羡慕 非常的好 放轻松 好 来补充一下水分 十 秒钟 十秒钟 然后我们进入到拉伸 大容课 对 如果还有新的小伙伴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上直播课程的小伙伴 如果有的话给我加一个一 好 现在你们课程结束之后 记得扫码加群 YES 一生所爱 这首歌真的 对 所以今天是非常轻松啊 大花戏哦 来 先拉伸一下我们的手臂 最后这首歌啊 非常非常好听啊 来 慢慢的听着歌 然后我们稍微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自己的大臂肩膀下沉 有没有人会唱 我刚刚放 我刚刚放这些歌啊 我们导播 我们有一个导播 之间都会唱 天哪 真太厉害了 来 三 二 最后一次 一 非常好 接下来到我们的对策 拉伸一下对策的手臂啊 再拉伸手臂的时候 往远处去延伸 尽可能让你的整个肩膀下沉 抱住我们的手肘 然后往远处去拉 在这个地方停留五秒 来 五 四 三 二 最后一次 一 非常好 接下来拉伸一下我们的大腿前侧 三千以后再拉伸 好的 我猜就会有大话西哦 我们的丝滑这么快 对啊 已经快三十分钟了 今天是非常轻松的一节课啊 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新手小伙伴 所以后面我们会有些课程 会有一些基础轻松课程 所以新手小伙伴千万不要担心 当然 如果说是你的体能非常的好 我希望你可以从阻力方面去一下手 就比如刚刚其实六十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登山的阻力 把阻力调到五到十 甚至十以上 这个要看自己的体能啊 还有大腿的赖腻 OK 来到对策 一万年的传说 想起了那个陪你看电影的女孩 一生所爱 太快了 再来一轮 OK 等下节课啊 还有人想起了什么 陪你看电影的女孩 陪你看电影的男孩 有人想起了当时 《大话西游》上映的时候是谁 是陪谁去看的吗 有没有陪自己孩子去看呢 来 三 二 一 接下来拉伸一下我们的臀部 拉伸一下臀部 今天五千 如果有小伙伴有三千和五千的里程的话 就尽可能保持住啊 我们周六的话是动漫主题啊 动漫的歌曲 然后比较燃 然后我们的踏评也比较快 太快了 来 保持到我们的对色 保持我们的对色 今天主要是一节轻松的课程啊 好 如果大家刚刚提到的电影 有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待会儿去 有时间去看一下 有时间去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啊 就是这些电影应该大家都有看过 都有听过 三 二 一 非常好 好 现在拉伸一下我们大腿后腿 沿着我们身体两侧往前 吸气抬头挺胸 呼气去手肘 拉伸我们的身体 往我们的膝盖 在这个地方停留十秒钟的时间 再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最后一次 一 非常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边结束 莫比运动的总结 对 年度总结啊 应该出来了 应该出来了 然后今天我们试了一下 可以总结 大家可以点一下自己的年度总结 再看一下明年的总结 OK 再预计一下明年的总结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 明天也是要在直播间 还能看到你的身影 拜拜